年轻的耳朵也开始老化了 现代生活嘈杂繁忙 充斥着各种噪音 不注意保护 久而久之都会对听力造成损伤 但你知道吗 听力损伤是不可逆服的 我们只能通过平时的保护 减缓听力损伤的速度 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透支听力 1.打电话的时候 尽量使用扬声器 少用听筒 2.在巨大声响的环境中 捂住耳朵或使用耳塞保护自己 比如放鞭炮时 3.少掏耳朵 同时注意卫生 以免细菌进入 耳朵发炎造成听力损伤 4.少用耳机 或调节至较低的音量 耳朵的血管非常细 适当的运动增加血液循环 也有助于保护耳朵听力 所以 今天你运动了吗 好了 喜欢的话记得多多点赞 多多留言 我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